食物过敏可能造成皮肤发痒 不过如果是吃药 引起过敏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根据卫福部调查 有七成民众以为 药物过敏只在服药之后发生 更有高达八成民众认为 药物过敏反应只是红肿 不过事实上嘴破 眼睛痛或者是吞咽困难 甚至发烧 都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前兆 如果延误就医的话 恐怕会违及性命 民众生病拿药 吃完却出现治疗症状外的过敏反应 尽微可能皮肤扫痒红肿 但未及时处理 严重可能出现大面积伤口 甚至脓包 看起来就像全身烧烫伤 也就是产生剧烈药物过敏反应 实际纹生强生症候群 Steven Johnson Syndrome 它就是会造成我们全身的皮肤 大范围的溃烂 然后造成我们的口腔的黏膜 也会破掉 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会 很容易危及生命的 特别是像这种情况 它是全身九成以上的皮肤 都是溃烂的 根据微服部统计 国人发生过敏性休克的比例 有八成是药物过敏所引起 其中最常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药物为 抗癫痫 酱尿酸药品 以及非类固醇类消炎止痛药 为了使药害能够被早期诊断 是要鼠整理出避免药物过敏的六字真言 诊破痛 红肿烧 除了身上起红疹 另外嘴破 喉咙痛 眼肿红 嘴唇肿跟发烧 都很有可能是药物过敏的症状 要是提醒民众平时应养成 保留药带或处方记录习惯 若不慎发生药物过敏 医师才能及时做出 适当判断与处置 尤其药物过敏 不只会在服药后发生 也有可能会延迟两到三个月 采取反应 呼吁曾经发生要过敏的人 最好配合医院填写过敏记录 并在就诊时主动出事 避免病痛 早上门 这里是沙沙会台东市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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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感谢观看